上星期我发布了一期视频 叫做我家遗产继承终于完成了 卖房后的筹刹 这期视频呢收到了很大的反响 还有收到了很多海外华人的留言 所以呢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把这些留言读一下 因为这些留言反映了我们 很多人的故事和心声 很多网友都说 小冬恭喜你祝贺你 遗产继承办完了 房子收完了 钱到账了 这网友说 父母换个地方住进你的心里 一刻都不曾离开 真是这样 这位网友说 兄弟姐妹能妥善处理老一辈的遗产 这是对上一辈人莫大的安慰 这份满意远高过遗产的价值 因为这才是家庭价值 说的多好 这位网友 批评 我父母没有留下遗嘱 我只提供了放弃遗产继承的文书 我哥哥也是同样 然后由我姐姐办理后事 非常顺利 这些都是父母给我们一家人留下的亲情 不需要在遗产上争夺 不相谦让 没有任何计较 相互算计 看这一家真是好 但是呢 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呀 这位南西说 您有一个共同价值观的家人 您非常幸运 却是如此 Amy说 我父母去年分别过世 几年前我与父母的商议 就是留着房子 家是根 以后我回国就住那 由于考虑到我是海外公民 所以在遗嘱中 特意安排房产过付到我国内兄长名下 但我长期保留居住权回国的时候用 这些我父母分别都有白纸黑字的交代清楚 去年回国两个月 因为有父母的遗嘱很顺利的在公正处 就把房子过户的事搞定了 当然新房主呢 是我的兄长 看了您的视频 觉得您家处理的更好 我当初想的太单纯了 一个难忘的中国心 但长期生活在国外 能有多少次回国呢 买了分钱是最实际的 谢谢您的分享 这一位 张 他说 类似的情况 相同的感受 恭喜你们顺利完成 继承和房屋出售 很不容易啊 也感谢你这一系列的视频 让我们从中获得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启示 这位说 有些事情真的不敢往后想 趁父母健在 或者父母一方健在 多回去陪陪老人家 确实这样的 父母健在的话 你们就是多陪一下 多视频 多录视频 多回去看看 陪陪他们 跟他们说说话 听听他们的故事 特别是要说一说心里话 这位 说 我们家在北京的房子 也在春节前卖了 也是央产房 因为我父母已经移居海外 怕留着遗产呢 给我们太麻烦 所以呢 就干脆提前处理 最近回北京办手续 用了50天办完了央产房手续了 接下来其他手续就没问题了 把二老给累坏了 谢谢你的分享 我估计他这二老啊 因为还在世嘛 他办理的是移民转移 移民转移 我前面做的一个视频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什么什么的 一个崭新办法 就是包括移民转移 和遗产转移 所以二老呢 自己老两口那么大岁数 在北京 可能是在外国去 办理的是移民转移 把这个财产 全部转到国外的账户上了 祝贺你们 这一位说 谢谢分享很有帮助 你很幸运 北京有家人帮忙 遗产继承过程太复杂了 想起来就头大 这个里面好多人留言 就说我家里人太好了 因为都是弟弟在那 跑前跑后 然后我今天早上呢 就给弟弟发了一个短信 说的 我和妹妹真的感谢你啊 弟弟 经贯了大大小小 多少事啊 费心费力 让我们省心省力 我的网友都说 你有一个好弟弟 真是 我有一个好弟弟 给他谢了好激动 玫瑰花 真的是 家人啊 在北京的家人真的好 有他们我们可省事了 这位说 我从小也是在 恒天不大院长大 现在也在卧春生活 妈妈前几年刚走 感同身受 谢谢你的分享 视频做得真好 谢谢肯定 这位网友说 你讲的很有同感 我在整理自己的房子时 好多年 年轻的时候 奋斗过的东西 都舍不得扔 一幕一幕浮现在脑海 感觉如果扔掉了 就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 最后房子也没舍得卖 哎 心情挺复杂的 可以理解哈 这位网友说 Chris 哎 现在北京这边的老街老道 很多都慢慢的消失了 街道都不一样了 院里好多的老楼都拆了 现在盖的都是新的办公楼 一个既熟悉 又非常陌生的城市 让人百感交集 这位Lucy 英国的 真的父母不在了 家就没了 没地方去了 我很多年回去就是住酒店 去亲戚家住啊 觉着憋 这位网友例子说 太能理解您了 我很怕这一天的到来 他害怕 但是会到来的呀 哎 这位网友说 羡慕你有不忘亲情的弟弟妹妹 我在前几年也经历了 央产房 卖房的痛苦经历 我自己的房子早买下来了 出国后让亲戚住 没想到啊 他算计我房子 单位也处处刁难 历经两年 打了两场官司 一个赢了 一个和解 损失了一部分钱 终于卖了房子 离开了北京 伤心的离开了北京 这位网友叫Lin 他留言是 你有一个好弟弟 愿意和两个姐妹平分财产 我们家就是全给我弟弟了 两个姐姐没份 父母如果一碗水端不平 就会造成儿女不和 老人呢千万不要做妖 他用了一个字 做妖 看来是对父母不满意 那这位网友说 我感觉你家遗产继承顺利的原因有二 给我总结了一下 一你父亲生前留下这份的遗嘱 在这方面的事情交代比较清楚 确实 二是姐弟之间比较互信 有同胞之情 加上你这个做姐姐的起带头作用 助理遗产继承有共识 还把姐姐表扬了一下 这位网友说呢 如果不差钱呢 老房子还是留着好 这个我要多说两句 确实如果不差钱 房子留着多好 因为卖那房子 那里面的那么多年的记忆 父母的身影都在那 真的是舍不得 还有呢 留着房子我们在海外可以住啊 国内的 真的弟弟妹妹不会跑到那去住的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卖房的时候 我跟经济就谈过 他说老房子越来越不值钱 虽然有的人真的喜欢住老房子 因为老房子很高 而且50年代建的质量也很好 但是从买卖来说 它的折旧非常的大 每年往下 时间越长 那个折旧越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老房子 买卖的时候 买方不可以得到贷款 就是多少年 多少年以上的老房子 不可以得到贷款 所以他们必须是全款买下 那必须得大款 有现金 好 下一位 还是这个link 他说 我不说的视频里说到 我父亲的衣服怎么处理 他说衣服可以送给农民工 我父母都健在 我回国也得住酒店 因为我父母重男轻女 你看就是那个重男轻女那一家 女儿回去不欢迎 所以既然在哪里都得住酒店 我就干脆不回北京了 每次回国去上海广州 成都西安到处旅游 没什么可悲伤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 比什么都强 这位网友特别可爱 现在看来呢 现在他对父母的这感情 你看都不回北京 干脆我旅游我的去了 这就是亲情啊 那里就就有东西了 是吧 好 move on 不要老陷在悲伤里面 这位呢 说这一年多一直关注您的视频 谢谢你 这一集听的让我有点想哭 您和我的年龄应该差不多吧 但我是独生子女 所以冒昧的称您一生姐姐 我父母也是军工企业的 老爸十年前走了 老妈不喜欢美国 回北京了 这位是住美国的 现在八十多岁了 想把房子卖了 让他老人家去养老院 可是呢 我妈却说 哎呀再等两年吧 要不然你们回来啊 没地儿住 现在呢 留着房子还有个家 房子卖了 家就没了 你看老人家多好啊 是吧 为自己的孩子着想 宁可自己晚点去养老院 这位网友说 这位网友云 说 央企的房子还会保留 一般老百姓住的老房子 找拆迁了 一切过去 只是一点点的回忆 你肯定不饿 那我注意到很多网友 留言都涉及到 他们的回忆 过去 现在 这位 Judy 网友 每次回国都会在 母亲经常 六湾买菜的那条街 走一趟 哎呦 这条真的让我很感动 是啊 到六湾买菜那一趟 走一趟 你那回忆就都来了 我这次回北京 我就要再回到 我我们那个 父亲住的那个小区 我们经常 陪着我父亲 推着那个小推车 到那自由市场去买菜 或者到超市里 溜达溜达 上那个电梯 我扶着他的轮椅 在那个小花眼里 他散步的 他做那个 锻炼的那些器械 他的楼下 他的去 带他去看病的那门诊部 就这些地方 都是他的身影 所以要回去看看 这位网友Teddy 说移民海外 是个连根拔起的过程 因为看了我那期视频 讲到我后来 这个惆怅 这个留恋 这个不知所措 他给这么一句话 连根拔起的过程 真的是这个 这位Judy 朱 他说 有父母在 你还有个家 父母走了 家也就没了 所以啊 我很少回去了 再回去 只不过是一个游客 很多 很多人都这样感觉 这位网友Aline 说的 也许是缘分吧 我和你的经历 真的是惊人的相同 是吧 这一位呢 Shirley 说 我北京的邻居 就是因为房产继承的问题 姐妹俩上了法庭 最后 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的故事多得很 这位网友郭伟 我公婆的遗产方 正在走你家房子 继承买卖的全过程 希望顺利吧 这位网友叫 Fanny 他说 太有同感了 父母在 家就在 我母亲 九十多了 我也很清楚 回去 是倒计时 看了你的视频 真是感慨万分 这位网友这么说的 你很幸运 我自觉和兄弟姐妹关系不错 看来是大家庭 然而呢 却是热脸 撇冷屁股 相互都不爱搭理 我们还是知识分子家庭的 心胸真是狭窄 这个也是有问题 再看这位 航天部郊区上帝吧 我太太家在北太平庄 也是遗产房 但卖起来很困难 价格一天不如一天 好不容易找到买家了 还要来回扯皮 以前卖过几套 没有一次不遇到打官司的 这个第一 你看这网友房多 卖过几次 而且每次都遇到打官司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发现航天部 好几个网友在这里提到航天部 或者他自己就是航天部子弟 因为航天部有很多的院 他们有一个网友 特别热爱航天官 说你是哪个院 是这个院的 那个院的 把我们家里给挖出来了 太热爱航天部了 也跟各位 航天部的网友说一声你好 这位还是这位Lin 这网友留了好几个言 小冬你好 谢谢分享你的经历 请问卖房子的钱是因为遗产 汇到加拿大的账户中 应该不用报税吧 如果CRA CRA是加拿大税务本 问询应该提供什么证明文件呢 这个问题好几个 在不同的视频都有人问 我就这个遗产转移到海外之后 要不要报税 要不要申报 要不要交税 单独做一个视频 好吧 因为我自己马上要处击 触及到这个问题 这位网友 Selection 872 小冬啊 你不戴眼镜也很精神 状态好好的 请问你选的是哪一款人工晶体 用计算机还需要戴眼镜吗 你看这位网友 首先谢谢你啊 给我一点信心啊 不戴眼镜也很好看 要不我再想着 我要一定要戴眼镜 就把这皱纹眼袋遮一遮呢 关于这个戴眼镜 这个人工晶体 这个我单独做一期 大概是下星期就出 因为我下个星期呢 我的这个左眼的手术呢 就已经六周了 六周以后 我就有一个appointment 和那个 艳光师演艺来做复查 同时艳光 可能涉及到配不配镜 我再把这有关的事情 单独做一个视频 好吧 这一位 Vivian 他说 我爸的房也是央产房 央产房子不少 特别是北京人 央产审核要求我父亲 原单位建立央产房档案 但是由于我父亲早已离职 原单位就不给建这个档案 房子就不能过户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或者给支个招 天哪 这波可没有招 我再说吧 这位叫Linda 小冬姐 好多人叫我小冬姐 不管男网友 女网友都可以 你们觉得怎么样 relate到你 教的舒服 你就叫我 小冬 小冬姐 小冬阿姨 小冬老太太 都可以 小冬姐 能否把你的委托书模板 给大家展示一下 以做参考 我上网查了 也不知哪一款是靠谱的 小冬姐 你是怎么找到王刚律师的 是朋友介绍 还是自己在网上search到的呢 哎呀 要找到一个靠得住的律师啊 不是很容易 你很幸运 好 他这里提到两件事 我来说一下 首先说委托书 委托的内容因不同啊 就会有不同的委托书 你可以在我的频道里搜寻 关键字 委托书 我做了一期节目 就讲的大概的 不管你是办什么事 委托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但是如果呢 这位Linda 你问的是 就是去外管局的这个委托书 我确实拿到了一个纸板的这个委托书 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community里面 去照相 你看一下 但是那个委托书真的是挺简单的 我在网上一搜 就是什么外管局 多号 委托书 你就会查到其他的一些版本的委托书 好像内容还比那更详细一些 所以呢 我觉得 你也可以参考网上的啊 好吧 那第二个就是找律师 王律师呢 是我的 我认识一个律师在北京的 我非常信任他 他是一个做知识产权的 所以我让他给我做了一个reference 介绍的这个王律师 那这个王律师是做民事的 所以呢 但王律师做了一期视频 叫做就是怎么样找律师 这个呢 你在我的那个频道里搜 你们要学会在我的频道里搜关键字 要不那么多视频 你真的不知道在哪 好多内容我逐渐逐渐都讲了 那你就搜王刚律师 王刚律师我做了一个系列 大概有十几期的内容 其中就有怎么找律师 因为那时候我也有这个问题 好下一个 他说父母没了 家就没了 节哀 顺便问一句 你把眼镜摘掉了 白内障手术很成功吗 也是关心这个 等着下星期来看我的视频 好吧 这一位还是叫Linda Lee 好像还是这个Linda 小冬姐 不知王刚律师 有没有熟悉的律师 在上海开业 可否推荐 王律师本人应该没法接上海的案子吧 一般律师也有那种 比较大的律所是有跨全国的 但是一般呢 他都是在本地 但像王律师他接的案子 他也有外地 他要到外地出差 那他的成本就高一点 但是呢 这件事我还真的帮你问了Linda 王律师说呢 他可以给你推荐 在上海的他有同学 这样也是挺好的 都都都 他说我和几个姐姐决定 北京父母房产继承后不卖 大家钱都够花了 就等着第三代再卖 我回去还有个地儿住 这个呢 底下又有其他人留言 我觉得啊 就是你回去有个地儿住 真的很实际的 你就是父母不在了 但是房子如果在 你更愿意回家 对吧 你还有姐姐呢 你还可以在北京玩 在北京待啊 但是有网友留言 你到第三代再卖 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呢 因为确实你卖房的时候 如果这个房本上 是你们三个人的名字 今后你怎么着 说第三代 等于你去 谁谁谁去世了 你们这个三姐妹 假如说 你后面第三代 他们的意见 是不是一致呢 那想法都不一样了 有想卖有不想卖 这三个人作为owner 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卖 这房就卖不了 就这样的麻烦啊 咱们就说到这儿 这个这样的事以后 我们可以单独做视频来说 就也是遗产房 买租房 卖房 好多事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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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也是航天部的 你家是永定路的 咱们是街坊吗 那里有航天部幼儿园 可以有你的微信吗 这位可爱的 Rita 航天部子弟 实际上我一般不见微信 因为微信 这很多网友跟我联系 有的是因为有问题要问 有的是也喜欢我呀 或者是北京人 咱们认识一下呗 你知道我做这视频 很费时间 所以我得管理我的时间 对不起Rita 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留言在这儿 或者有一些私人的问题 也可以写邮件 toxiaodong at yahoo.com 我见微信呢 往往是说 这个朋友呢 这个网友他有故事 要跟我分享 我想跟他通一个电话 这样呢 微信才见一下 可能见完了通完电话 可能也就消了 大家理解一下 好 下一位 他说赞 你们家真的很赞 我公公婆婆也是刚走 我们很不幸 被小姑子自私的 想拿多数 等等 出了一大堆不开心的事 那这也是公公 没有遗嘱 以及婆婆突然离去 等等的因素 好在呢 法国处理遗产的公证师 是一个较好的 处理职场能力的人 我们也不必吵嘴 走到了最后 现在还有祖产和博产 等待买家 我们一起祝福自己吧 他这里说我 他有点糊涂 不过不太在意 就是他说 法国的什么工证师 是不是这个 他那个遗产什么公公婆婆婆 是不是在法国的公公婆婆 知道了 好 下一位 Jade 他说 哎呦 那么老的房子还能卖出去啊 有60多年了吧 他是看我那个视频 我们家老房子好像是 航天部那时候是刚起步的时候 是五几年建的 这老房子说卖呢 你要看在哪 我这个房子呢 我家这个房子主要是因为 它是航天部大院里的房子 大院里后来也建了很多新房子 但有的人就喜欢老房子 因为老房子的一个是质量非常好 另外它非常高 房间也大 所以呢 不差钱呢 或者喜欢这个的 那就那就买 而且我们那个房子前面就是小学 这个很有名的小学 在家整个大院里是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很多即使不在院里工作的人 有的人就喜欢在这种院里 外地的啊 咱们说 不知道人家的没老板不一定啊 所以呢 这个得要看情况 你这房子在哪 什么样的条件 但总的来说 老房子确实它的那个折旧啊 很大 有的地方也不好卖 可能是啊 我们这个真的还是很顺利 买的人呢 就是在大院里工作的 总之是有一些联系的 不是外面的人 而且听说航天部 这大院里的房子 大多数都是被这个院里的职工买了 因为他上班就骑车五分钟 是吧 他把这房子买了 孩子也在这上学 他也很舒服 然后他上班很方便 你想比你那买一个挺新的房子 挺现代的 那个travel单程一个小时 那还是这个好啊 对吧 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了 能卖出去啊 这一位好像叫陈乐 您和您的家庭还是很和谐幸运的 我的一位在北京的堂哥呀 就给我讲出了他分家时的经历 由于第二代也有过世的 第三代就没有很强的亲情了 最后只能打官司 结案以后房子又不能像卖豆腐那样 那样切 又不能像卖豆腐切豆腐那么着 结果就强制执行 因此呢 又回到了原点 最后呢 就成为今后几代人头疼的问题 确实这样 这位网友说 央产房拆迁过户 的确非常苛刻无章 恭喜你有了最好的结果 这位网友说 我也有同感 父母在的时候 那就是家 进出自由 那母亲最后走了以后 我才突然发现 在中国的家没了 到至今呢 已经有六年了 我正在还没有回到中国 虽然呢 姐姐弟弟还在中国 但是感觉上 那已经不是有家的那种随意了 不知道自己到底 应该是住酒店呢 还是住兄弟姐妹家里 一生中啊 第一次遇到的困惑 慢慢的 中国对于我来说 也是疏远的地方了 在手机里读一个 也是这一条的留言 我叔叔都一个人 独吞了爷爷的所有的财产 也并没有告诉我爸 和我另外一个叔叔 他到底有多少钱 因为呢 他跟爷爷 是在同一个单位住着 又是单位的医生 我爷爷是离休老干部 他一直都利用 爷爷奶的账户 在免费的领药 再卖 去到外面的药店去卖 哎呦我的天 赚了不少钱 后来就一直控制着爷爷 不让我们接近 每次去看爷爷的时候啊 都不给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很有心机啊 后来呢 他把爷爷送去老人院了 很快爷爷就不在了 我难受的要命 可惜我爸很窝囊 什么都听他 哎 这网友尝他一声 sad story 好了留言就读这么多吧 你看我们海外华人 就这件事情上都有故事 都有自己的感受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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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